华妃重掌大权 嚣张跋扈 虽然皇帝也让靖妃协助皇后管理六宫 但是华妃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 宫里的事物一点也不让靖妃插手 复查贵人自从有了身孕 非常的骄横 一直欺负安玲蓉 押婚宝娟为了给主子出气 按照迷信用香灰半马尿 撒在复查贵人墙角 这样她就会倒霉 安玲蓉知道了也没有怪罪 温世初给沈梅庄把脉 甄嬛也去了 温世初觉得沈梅庄十亿得得比较奇怪 易坤公是首先查出有人得十亿的 沈梅庄那时候还被禁足 并没有跟杂役来往 怎么会突然得十亿呢 一定是有人要拿十亿害她 沈梅庄在温世初的提醒下 她想到华妃的太监周宁海 在她得病的前两天 送给她一套茶具 这茶具定是易坤公得了十亿的人用过的 沈梅庄叫彩月拿出来 可是已经打碎埋起来了 江城和江慎并不擅长十亿 温世初快研制好的治疗十亿的方子 放在抽屉里也被她俩窃取 由于没有证据 甄嬛他们也没有办法 安玲蓉为了讨好皇后 做了个香囊送给她 皇后却从不用香 蜿蜒拒绝了 皇后的猫松子到了春天发起情来 安玲蓉说她会配一种香料 松子闻一闻就能安静下来了 皇后邀请仲妃赏花 大家都来了 华妃与皇后冷言冷语的互相嘲讽起来 安玲蓉这时却跑到皇后的宫中 给松子闻了复茶贵人用的那种香料 松子变得狂躁起来 安玲蓉也来到花园中 她告诉复茶贵人的妆花了 复茶贵人就涂了皇帝赐给她的香料 松子闻到香味突然向复茶贵人扑去 这时也有人从背后推了一下甄嬛 甄嬛和复茶贵人都摔倒在地 而且松子还抓伤了甄嬛的脖子 大家回到室内 远处的端飞捡到了一个成香料的盒子 就是刚才安玲蓉给松子闻的那个 皇后叫来太医 太后也赶到了井人宫 复茶贵人由于摔了一跤 还受了惊吓动了胎气 龙胎怕是保不住了 太医给复茶贵人诊断完毕 太后让太医给甄嬛看看 太医把过脉后 甄嬛竟然有了两个月的身孕 虽然复茶贵人的胎保不住了 但好在甄嬛也有了身孕 皇太后很开心叫甄嬛好好养着 复茶贵人的孩子还是没了 皇太后抓来了松子 拿来了复茶贵人使用的香料 松子闻到这种香料就变得狂躁不安 太后知道是皇后指使的 警告她不要做得太过分 不 不 不